吃肉是灾结的罪魁 宣化上人道德教育家言录 1982年9月19日 宣化上人开示于美国北加州万佛圣城 佛教有正法、相法、末法 这皆是众生的夜报所感现的 正法时代,古人的福报广大 深厚,智慧也高 地里的水犹如牛奶那么有营养 每一处的水皆是如此 等到相法时代 所喝的水就没有那么营养美味了 现在是末法时代 所喝的水不仅没有营养 还都含藏着很多种的毒质 有人说 我们把水消毒过了 虽然如此 但毒质还是存在 无法消去 所以在这世界上 毒是一天比一天多 把空气也污染 所以在空气中也弥漫毒质 因为世间人用毒太多 把毒素吸进身内 再经过一番化学作用 而后反射出来 毒质就布满空气中 现在的虚空里充满了种种毒气 我们已知道原子弹 氢气弹等是最危险厉害的武器 但由每个人口里所放出的毒 更是比什么毒都厉害 所以这世界一天比一天坏 因为受了毒气的熏染 每天醉生梦死 吃 吃 喝 嫖 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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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横 崩 拐 骗 偷 无一不惊 这种情形实在是太危险了 所以若想把世界消毒 该怎么办? 就要大家一起吃斋 不吃肉 能吃斋 毒就会日日减少 若要把这世界真正消毒 就要大家吃素不吃肉 因为众生肉都有毒 这种毒质是很微细微细 当你吃时不会觉察 但慢慢的就中了这种毒质 而且这种毒质特别厉害 没有什么药品可以解 因为其中的冤叶太深 所以古人说 千百年来碗里耕 冤身四海恨难平 欲知世上刀兵结 试听徒门夜半生 从千百年以来 我们所吃的一碗羹肉汤 看上去只是一碗汤 可是其中的渊愁 犹如海一般深 要知道 世上人与人战 家与家战 国与国战 星球与星球战 互相争战 都是由吃肉所造成的 你若想了解其中的道理 只要在半夜去土场听一听 杀猪有猪苦 杀牛有牛苦 杀羊有羊苦 总之 杀什么就什么在哭 他们在哭 就是在放毒呢 放一股毒气 一边哭 一边说 好 你现在杀了我 我将来也要杀你 我们两人绝没完没了 你杀我 我就要杀你 你吃我 我就要吃你 所以形成种种冤毒 充塞在虚空中 因为虚空弥漫着一片冤毒气 才造成种种灾难祸患 若人人都吃斋 这些冤孽就会平息 则化干戈为玉帛 化暴力为祥和 树鸡能挽回末节至将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